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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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简称就是新冠肺炎 現在變成全球的感染 基本上傳播方式是 飛沫傳染或者是接觸傳染 飛沫傳染當然就是直接病人 咳嗽啦 口水啦直接破過飛沫 2公尺的距離之內 它就透過黏膜組織 包括眼、口、鼻、頭、皮膚的窗口進來 那個叫做飛沫傳染 接觸傳染就是說 病人的這些病毒 在某些地方的表面 固執的表面 所以你去摸到了 然後透過黏膜組織 皮膚的傷口進來 那個叫做接觸傳染 基本上這個疾病是肺炎的 它的症狀其實也非常零星的報導 有直性結膜炎 但是這個直性結膜炎 是不是跟這個病毒完完全全相關 其實還有在調整 只是零星的一個報導而已 眼睛是一個黏膜組織 新冠肺炎病毒 有可能透過結膜組織 透過這個 然後引起到真正它的病狀 包括它的肺炎、咳嗽、發燒 甚至腹瀉、胸痛 它基本上就是肺炎 眼睛是一個傳染的途徑之一 所以為什麼在防疫的過程 強調一定要勤洗手、戴口罩 原因就是在這裡 戴口罩是要避免飛沫傳染 然後洗手是避免接觸傳染 結膜炎確實平常就有結膜炎 大略分成三大類 一個就是病毒性 一個就是細菌性 再來就是過敏性 病毒性的很多啊 不代表就是每一個都是 武漢肺炎病毒所傳染的 那細菌性就是摸到 接觸到細菌感染 這種細菌都有可能 過敏性有可能就是花粉 尤其是帶隱形眼鏡都有可能 睫膜炎的症狀就是紅爽、熱痛 有時候甚至會 因為它包圍在眼鏡表面 所以有時候甚至都會連接到這個地方 甚至有些病人會偏頭痛 所以它會緊張說 哎呀是不是 武漢肺炎中的一個症狀 就是 基本上是一樣的 如果是病毒性的 或細菌性的結膜炎的話 原則上它很有可能都是急性的 那 如果是戴隱形眼鏡 它是長期的 因為隱形眼鏡 對眼鏡來講 畢竟它是一種衣物 所以長期的日積月累 戴在薑膜上面 所以有可能它會造成慢性結膜炎 我常掛在嘴邊就是 五個不好的習慣一定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 東摸摸西摸摸又去摸眼鏡 第二可能就是 眼鏡都沒有清洗 摸東摸西又摸眼鏡 眼鏡沒有清洗 再來就是沒有洗手 就戴上眼鏡去洗洗 再來就是 沒有清潔眼瞼邊緣 以為發炎了 以為不舒服了 就不敢去清洗 其實更應該去清洗 再來就是 沒有熱膜 所以一定要多熱膜 熱膜會讓剪板線通透 它的油才會 淹源不絕的透過 渣眼 然後油去包住水 黏在腳底上 造成穩定的淚 所以五個N肌 一定要避免 硬骨才會遠離你 針對這五個N肌 我們有五個V肌 一個very good的一個習慣 第一個就是 要好好的去清洗眼鏡邊 有眼鏡的 清潔眼鏡 最好是有一種 除滿的清潔眼鏡 因為這個地方 眼瞼邊緣很容易 滋生一些細菌跟蠻蟲 再來就是要熱膜 透過各種不同的熱膜 熱膜式眼罩之類的 再來第三個 當然就是 引擎眼鏡如果可以的話 非戴不可 就戴比較高寒水的 高透氧 甚至於市面上 還有一種是含油的 它有會戴上去之後 油會捧出到淨淺的地方 保濕性會更高 也就是說高寒水 高保濕的引擎眼鏡 基本上還有一個就是 是魚油 魚油會預防慢性發炎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一個好習慣就是 多點人工淚水 最好是點單之妝的 含油和泡氣式的人工淚水 會比較好 這是我的建議 將眼睛裡面清洗乾淨的話 比較不會因為外來的細菌病毒 跑到眼睛裡面 而引起眼睛的一些睫膜炎 或是甚至長針炎 甚至更嚴重的發炎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怎麼樣 把眼睛外面跟裡面清潔乾淨 首先眼睛裡面一定要用 專用的清潔劑 如果用一般的肥皂 或者是洗面乳 會造成很刺激 將專用的清潔劑 擠一點在棉片上面 一開始就像卸妝一樣 眼睛先閉著 由內而外 重複這個步驟大概兩三次 那擦完之後呢 稍微把眼睛翻開 我們擦拭眼睛跟睫毛根部的地方 上眼皮也是 輕輕的把眼皮提高 擦拭睫毛的內側 大概兩三下輕輕的擦 這樣就算是清潔完成 Racing C C T T C T 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